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回首过去的365天 我们去过了很多让人深刻的地方 也体验到了很多优秀的产品 有过波折也有过欢笑 每一次的经历不只是成就我们自己 更是为了做好每一期视频 所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想要好好庆祝一下 跟朋友们一起简单的举办一次跨年聚会 顺便带上这台华为诺华12 Ultra 来记录一些精彩的瞬间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皇家评测 我是你们的依凡 NOVA这次全新的12号色又叫竹木兰 非常大胆地采用了高宝盒蓝色 背面的素皮材质也包裹了镜头模组 而且素皮压纹和星耀环的细节设计 也都非常精致 本艺人就非常喜欢这款竹木兰的设计 称之为最美麒麟5G手机也不足为怪 为了精心地准备这次的聚会 我先从最擅长的穿搭开始 并且就用这款NOVA12 Ultra作为配饰 来作为今晚的穿搭亮点 虽然人眼对于蓝色不敏感 但12号色的高宝盒 高亮的色彩会让一切颜色都衬托得很暗淡 所以对上身色彩搭配的要求并不高 可以搭配黄色 这种撞色有着非常强的对比度 给人一种非常亮眼的视觉效果 不过我更喜欢蓝白的配色 有一种非常清爽纯净的感觉 更能涂出12号色的色彩 搭配华为NOVA官方的手提包 就显得非常年轻时尚 当然今晚的聚会还是要盛装搭配一下的 聚会时间快到了 刚才只顾着穿搭忘记了充电 还好NOVA12 Ultra有100瓦的超级快充 实测10分钟就能充至60% 在补装的期间就能快速回血 缓解电量焦虑 简单来说 今天还是以纯色剪接为主 搭配一些点睛的蓝色 比如monogram手提包 以及NOVA12 Ultra 绝对会成为聚会上的显眼包 作为拖延症患者 总是在最后一刻出门 免不了遇到一些小小的意外 比如 还好NOVA12 Ultra有第二代昆仑玻璃加持 足够用对一些平时的小科小碰 NOVA12 Ultra的屏幕 采用了四边微区直屏设计 边缘的弧度和R角的衔接都非常的顺滑 不管是看着还是摸起来都很丝滑 终于到达现场 这次的聚会主色调也是以蓝白银为主 非常契合我今天的搭配 而且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跨年气氛 聚会上除了吃喝玩乐 最少不了的一个环节就是拍大合照了 今天我们就用这台NOVA12 Ultra 来解锁一个全新的拍摄方式 天花板拍摄 首先准备一个自拍蓝牙遥控器 再将手机固定在天花板上 建议大家用前置 还能有屏幕取景器 这样就拥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上帝视角 NOVA12 Ultra的6000万追焦双摄前置 支持0.7倍到5倍的人像变焦 我们可以用0.7倍超光角拍大合照 配合NOVA12 Ultra的XD Portrait 达芬奇人像引擎 能够更好地还原我们的肤色质感 而且二倍光学变焦 还可以拍个人的自拍 实现它拍的效果 至于这个5倍变焦 则可以用来拍摄妆容的细节 能拍一些极具氛围感的自拍 妥妥的一款变焦自拍神器 而且NOVA12系列这次的前置 新增了三种人像主题 原生主题侧重保留真实的质感 质感主题会基于原生主题 进行合适的调整 更能显出面部色彩质感 妆感主题则会进行全面的美化 增强妆容调整缺陷 这次的自拍大合照 就是选的妆感主题 非常适合派对场景的妆感主题 每个人都能拍出气场全开 拦不住的时刻 当然聚会还可以让姐妹 来帮你拍摄大片 NOVA12 Ultra的后置 采用了5000万像素的主摄 并且支持第二代可变光圈系统 有着F1.4到F4.0的可调节光圈范围 F1.4人像圈就非常适合拍近景特显 能拍摄出非常自然的光学虚化效果 尤其是这个人像特显 能拍出单反级的景深虚化效果 默认情况下的F2.0运动圈 能兼顾快门速度和景深 适合各种场景下的抓拍 配合NOVA12 Ultra的智能抓拍 大大提升我们的成片率 F4.0的合影圈呢 则适合大合影的场景 大景深能保证每个人的面部都很清晰 而且在夜景下 NOVA12 Ultra的F4.0光圈 还能拍摄特殊的新芒效果 带来浪漫的夜景人像效果 NOVA12 Ultra的超广角镜头 除了用来捕捉聚会的全景之外 还支持微距拍摄 可以用来记录聚会中的美食细节 有了华为NOVA12 Ultra 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朋友圈 集赞器妥妥的聚会拍照神器 在聚会的闲暇时刻 就可以用NOVA12 Ultra的这块6.76英寸的屏幕 来刷视频 或者查看刚才拍摄的照片 而且支持120Hz的自适应高耍 以及2160Hz的高频PWM调光 减少夜晚屏幕带来的刺眼问题 NOVA12 Ultra这次搭载的是 麒麟9000SL处理器 配合新一代NOVA游戏引擎 整体提升触控手感和画面流畅度 跟朋友们一起开黑时 也不会掉链子了 而且NOVA12 Ultra搭载 鸿蒙智慧通信技术 在一些弱信号的区域 能有效增强信号连接 让你在关键时刻不易掉线 而且还支持双向杯的卫星消息 如果你们的聚会地点是在户外郊区 即便是遇到特殊情况 也可以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向外界发送信息 通过今天一整天的体验 可以感受到全新的12号色 带来的不一样的设计 拦不住的出色 让你轻松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 前置追焦双射 以及后置的第二代可边光圈 让NOVA12 Ultra成为聚会拍照神器 能够应对各种场景下的拍照需求 另外昆仑玻璃超级快抽 鸿蒙OS4的加入 也让NOVA12成为了一台好看好拍 更好用的全能选手 派对纵然总会落幕 但那不是中曲 而是崭新篇章的开端 故事永远不会完结 作为主角 我们总会让故事变得更加精彩 因为人生总有一天会闪烁耀眼 祝大家2024年能够尽情出色 尽情拦不住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皇家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我是伊凡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